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堆积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反弹的趋势是不是依然还在 只是这个分歧是存现在 这个可能是节奏的一种把握了 是加速还是说是震荡上行 和之前的节奏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看这个K线图 这个日K线的表现情况了 昨天呢 这根羊包音 普遍市场都是超预期的 在以往那种经验来看 大跌之后都是要慢慢地来恢复的 因为这个情绪也是要一步一步去堆积的 但是没想到昨天直接这么一根大阳线 不仅补了上方的缺口 成交量还放大了 今天呢 我们是继续向上去挑战 挑战的压力呢 就是年限 今天这个年限在3087点 其实呢 我们曾经也是站上去过 但是只能说是得而复失吧 最终呢 还是冲高回落的一种状态 从今年以来 我们一直有这样一种惯例 就是等待着多条均线 它慢慢地下移 因为是存量资金的用博弈的市场 所以呢 没有持续放量的 这样一种基础和背景 只能等到上方的压力逐渐减轻之后 用一根大阳线去强势突破 然后才能够开启一波 这个拉起干的行情 那年限其实依然也是如此的 而且我们攻击年限已经攻击了三次了 第一次是在3140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说 其实往往在第一次 你就拿下这种重要的均线的时候 它是不太实际的 因为不管是前面的20天还是60天 我们都是用了几次 才把这些重要的均线成功拿下的 所以当攻击到3140那一天 碰了一下年限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回撤 这个回撤的幅度是多少呢 3140的高点到最低 3041 100点的空间 随后从341开始了一波反弹 反弹到了3105 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二次去触摸这个年限 于是呢 再一次的无功而返 随后又出现了一波调整 3105最低调整到了2969 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我们是第三次再次去争夺这个年限 今天我们看看年限的位置 已经在3087了 随着这个重要的均线的不断的下移 可以见得上方的压力其实已经并不重了 但是能不能在明天一举拿下 还有拿下的这个意义对大家来讲是什么 很多人说年限万一啊 这个能够成功的拿下的话 可能啊这个士气就不一样了 终于我们重新站回了年限 可能看涨的情绪就会逐渐的升温 还是说其实这个年限对大家来讲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今年以来反正也是一个相体震荡的格局 你拿下与否 对我的操作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今天的开场白说的是第三次的触摸 第三次的触摸能不能成功 下方五天线十天线二十天线六十天线 都是已经在集中在一个3032到3067 这样一个位置上应该算是有支撑的 所以我们这次能不能成功 对大家的操作而言是可以激进一点 积极的寻找一些机会 还是我们已经在今年的这种行情当中 一直有这样一种惯例 追高就被套 大跌割肉就是错 我们来听听今天几位嘉宾 看他们觉得拿下年限的意义 到底是否重要 对于后市的趋势的判断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 分别是洪书敏 张月磊 还有余伟 欢迎三位 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今天的调查 再一次上空年限 年内的第三次触摸 能不能成功的拿下 A 我们来看看两个选项 A 能 为什么呢 量价配合优于前几次 功课的希望加大了 B 不能 量能虽然合理 但是没到攻击的态势 仍需时日 这两天有放量 刚才也标出来了1900多亿的成交量 但是好像远远达不到 我们说的这2000亿朝上的攻击量 所以是不是还有待观察 这个成交量能否持续的放大 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选择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调查 洪书敏来学一学 你觉得这第三次触摸 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倾向于A 还是可以成功的 一方面我们也说过一过二 不过三 第三次还能够摸到这里 就本身就说明了 很说明问题 就是说主力还是想在10月份 或者11月份 做一波行情的意愿会比较突出一点 那么另外一点也看到了 相对于上两次攻击到粘线的这个位置 这一次一个均线系统已经是粘合在一起 而且短期的一些均线也开始出现一个多头的排列 那么另外从量的关系上来看 前几次的这个发力 比如3140的这个发力 是在碰到粘线之前就开始放量 这一次碰到粘线还没有发力 就说明多头的这个手还没有伸出去 如果能够在这边先做一个叙事 站上粘线的时候再发力的话 那么这个高度可能就和 或者说性质就和3140是不一样 所以我倾向于是A的这样一个观点 会更浓重一些 而且从近期的整个市场的 我们说热点各方面的梳理上来看 有拖起指数的大盘股的主线 也有我们说是 有我们说侧翼攻击的一些热点股的主线 都比较清晰 所以整体我认为就是说 这波行情还是值得可以看一看的 我记得我们一直说研判行情有几个重要的依据 一是成交量能不能温和放量 最近是呈现出这种状态 二市场的转田效尾 林长的主线热点是否清晰 在你看来主线代指数的也有 这个侧翼比如说能够带升市场人气 做多情绪的这些品种也有 所以这两个都具备了 再加上时间窗口 现在又是10月份 你觉得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多的时机 似乎听起来感觉该有的都有了 所以倾向于选A 咱们来听听张云磊的张云磊觉得 你觉得这次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会成功 也会成功 那么因为我之前上周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这次的话 从护士来说 他之前的3078的这个缺口的话 他不是一处而就 国庆节之后马上就回补 他其实分了节前和节后三步 那么当时的话上周我说过 一周左右时间最后的三分之一就要进行回补 那么这为什么要分成三步来回补 特别是国庆节之后 为什么不像创业板一样一触而就马上就回补 我觉得他真正的一个目标 就是为了把下方的一个基础能够夯使 那以备为整个一个接下去年线 以及之前的3140进行一个突破 做一定的一个准备 那么其实我们说在国庆节之前 曾经有一次挑战前期3140 年线上年线这一点这一代 但是由于当时的话3140跟年线相隔太近 那么如果贸贸然然一举突破的话 我觉得必然会受到有多转空的这方力量的一个反扑 那么与其这样还不如像现在一样 小混慢顿的一个方式 把该有的筹码 该清理的筹码清理干净 轻装上阵 然后的话再加上刚才李廷说的 就是现在每一次的一个中期中长期的一个均线 都是通过什么呢 把重心一点点朝下移 把市场的价格平均价格一点点朝上移 然后的话当这两者到一个极点的位置的话 一出而就 就像慢慢就像一点太极的这种方式 一点点的去化解它 我觉得这个对市场的一个承受力打击力 我觉得反而是来得更轻 那么这样的方式的话 有点什么呢 四两波清金一举突破的感觉 那么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说到在现在目前整个一个均线各方面 都已经逐步逐步在靠近的时候的话呢 再加上之前下方的一个成交量 看到一个堆积 其实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萎缩 所以我就认为的话 短期之内至少我觉得呢 在一周以内的一个时间里面 不但会突破整个一个上方的站位上方的年线 甚至会有效地攻击上方的2140 那就是首先你认为年线 它已经不成为压力了 而且前高 就是3140这个位置上 也有可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被攻击掉 之前的我们用的这一段时间都是在叙事 咱们俩今天鱼尾的选择 鱼尾倾向鱼怎么选 我倾向于选B 就是我认为这个 其实我不是非常看重年线这个位置 我只是觉得从浪行的结构上面 目前形成一个非常连续的 非常完整的这种上风态势 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也就是像你这里面有一句话所提到的 量能虽然合理 但是我个人认为并没有进入到一个攻击的这种状态 可能大家都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 包括其实李婷在节目前也告诉我们 昨天的一个上涨的加速有96% 也就是形成了一种扑长的格局 而且相对来说 有一些主板权重的个股 它是有一定的连续性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主线 不是非常的清晰 就是即便有一些集中的热点 但是它整体的连续带动效应 我觉得还不足以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攻击状态 我觉得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那么另外如果像张运雷所提示的 就是直接去攻那个3140这个高点的话 那在我们看来 就可能它要进入一种类似于主持浪的状态 因为毕竟它前面2780到3140 它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上升攻击波 那么这个上升攻击波之后 要迎来再一次的这个突破 它必须要有一个后量盖前量的过程 而前量是在3200亿上海单边 那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为止上海的指数 上海的这个单边成交量 还没有过2100亿 所以说我认为从这里面 一方面主流品种的攻击力度不够 另外一方面量能要突破3140 前期3200亿 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 所以说在这里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 就还是做一个箱体震荡 那其实现在按照箱体的这个角度而言 已经在一半以上的位置 甚至已经快接近3100点 离上的这个压力位 并不是很遥远 所以说我认为 我倒不是太看重年限的压制 我只是觉得这个箱体震荡 没有那么容易就形成一种突破 所以说即便在短期 它有一些冒头 有一些过年限的动作 我觉得至少还会有一个反复 箱体拉回的这样一个格局 其实刚才于伟说了 它倾向于还是个箱体震荡 如果是个箱体震荡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上 对于大家操作有一点尴尬 你说上方有没有空间 可能还有 但是空间大吗 如果箱体震荡 那肯定是不大 冲一下可能就回来了 加上成交量 还没到攻击态势 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响体震荡 可能会改变趋势 一会是这些灵长的品种 它的持续力比较强的话 其实大家在操作上 还是可以去放心地 大胆地去操作 是一个尴尬期 还是一个黄金期 一会儿听他们的详细分析 也欢迎大家通过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今天的调查 咱们来看看市场 整体呈现出的走势的情况 这第三次触摸 至少从今天来看 还是没能成功的 但是我们看看指数的表现 上升指数红盘暴收 微幅上涨0.03% 中小版和创业版 都是绿盘暴收的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你都会发现 你的目光 更多地集中在主板当中 二线蓝筹也好 国资国企改革也好 也好像更多的一些 热点的体现 中小版创业版相对较少 就能形成气候的 但是今天 像高颂转刺新股的 个股就表现活跃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吴海荣其实也提示了 就像你看到 已经成为板块效应的 你就别再追了 但是高颂转的 刺新股的 倒是可以关注一下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成交量 最好的一种体现 就是成交量 它是温和放量的状态 4955亿 虽然还没到攻击量 但是不是温和放量 慢慢推升 其实给大家 在操作的时间上 就流出空间了 涨停加速 45加 今天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整体市场的赚钱效应 没有昨天强 但是今天的涨停加速和昨天 没差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赚钱效应 37% 昨天是96% 所以这个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说市场不活跃吗 你说涨停的加速明显减少吗 那绝对不是 所以就算是一个可操作期 但是呢 个股的选择也很重要 咱们来说说这个年线争夺 它的含义是什么 拿下了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拿不下 那会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 因为你看 每一次抽年线之后 如果失败 其实调整的幅度100点 对吧 3105又调整了 到了2969 这一次也是攻击年线 会不会有一个回撤 这个回撤 所以现在是处在一个 相对来说一个中高位的区域呢 我们先来听听 洪书敏的观点 你怎么看 我认为呢 就是说第三次攻击年线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 确确实实是有压力 那么应该来说呢 从目前的这个量能水平上来看 也没有到达攻击性量能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表明呢 现在的多头主力 更加的是有耐心 而不是像前两次一样 就贸然的率先攻击 那么从存量的这个博弈市场 的一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看到这两天是 可能略微是有一些增量进来 但是还是不明显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贸然的去 马上去启动 放出这个大量的话 容易像前几次一样 马上冲高 就见顶 那么现在反而在这边呢 是昨天收出反包阳线之后 修整一下 更有利于后市的这个行情展开 那么我也带了几张图 首先看上阵指数 这个日K线 之前呢 我们看到从3097到3140 以及是2780和作为这个 2931作为这个低点 这个连线 形成了一个向上的 上行的这个 斜行的这个节奏 那么之前是跌破 击穿了 按照来说 跌破击穿之后 应该有一波 我们说调整的 这样一个态势出现 但指数打到2969 之后 反而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并且呢 节后我们看 特别是周一的下沙 下沙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应该来说 右肩比左肩还高 那么上周呢 我已经是指出 就是说这边啊 国庆节后两根阳线拉出来 那么可能短期会回踩一下 3034 或者3030一线 周一的这个下跌 正好是踩到3033点 马上是回升 也是符合技术上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的这个跌破 然后呢 构成了一个高位的 一个头肩底的这个形态 就不意味着 这可能是一个高位做头 或者说 后面会一路下跌的一种形态 那么当然呢 我们看到 目前3100 这一线还是有比较大的阻力 原先2780 2931的这条连线 是作为支撑线 支撑线跌破之后 自然会成为这个阻力线 所以往上呢 攻击的话 可能还会把原先这条 向上的支撑线作为阻力 慢慢地往上磨几个交易日 可能会到下周 再进行向上的这个突破和发力 那么另外呢 从量价的这个关系上来讲 我们另外看 就是说和2931 攻击3140 来进行这个对比 上一次呢 就是说打到2931 先是三根小阳线 然后两天的中阳线 然后回踩一下 再往上 这次打到2969 前几天的走法是 基本上是非常类似 而且一模一样 差别就在于 打3140之前 是一根中阳线 和礼拜和昨天是一样 但是就是今天 和打3140是不一样 上次是直接放量 见顶 这次没有放量 而且呢 这次的这个位置 正好是卡在那个咽喉位置 先采取这种修整 所以我认为呢 修整更有利于 慢慢往上攻 如果慢慢 按照这种 1800 1900的量 堆上去 站到年限上面 再发力 这个性质和高度 就会不一样 那么这两天呢 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下方的这个支撑 那么看到盘整啊 或者说修整啊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重要的低点 不能跌破 第一个呢 从上阵的30分钟 这个K线上来看的 从3033打到这个3096 有一个强势的黄金分割位 大概是在3071到3072之间 这个位置最好 这两天的调整 不要跌破 今天是没有碰到 今天是没有碰到 包括明天 我认为还有可能会 围绕着年限 或者说这个位置 上方进行一下修整 不跌破的话 未来往上攻击 突破 或者说站到 3140上方的概率会更大 那如果跌破的话 下方有个位置 就是说3057是一个底线 如果回踩到3057 再往上打的话 那么打上去 是不是会越过3140 就要打一个问号 或者说打一个折扣 那无论是哪种方式 我认为不太会升跌 而且也看到了 这两天我们说一些 中字头 一些铁键的 这类的股票的一个启动 不大像是游资的行为 而且他们也不是那种 卖冲式的这种上涨 而是每天堆量式的 小阳线 中阳线 小阳线的这种推升 应该还是非常明显 是有一些机构资金 或者说主力资金进来 所以结合市场的一些 主流个股的运行方式 以及目前指数的运行的 技术形态上来看的话 我认为修整过后 下周往上攻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 但是周四周五 倾向于还是先衡量 修整一下 是吧 其实我们在上周 再上一周 也会跟2931到3140 去对立 其实当时节前 我们就说了 这个节后会以 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 如果说短期修整的 比如说它用的方式 比较的极端 快速 那可能时间就比较短 所以我们看到周一 这样跌的比较多 反而是 这个使得调整的时间 就一下子缩短了 但是现在你也说了 阳线的涨幅量能也不同 所以上涨的节奏发生变化 就不太会像之前那种 连续的几个阳线 拉出去见顶了 咱们是在这儿 先震荡一下 先震荡一下 其实在你看来 就是一种叙事 是一种叙事 但是是有底线的 是有底线 对 一些比如说3072 3071 和3057 这两个位置 最好是不要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那后两天 我们也关注一下 就是说这是一个短线调整的 两道多头的防御线 我相信就是说 应该不会把这两道防线 是失守的 好 我们再来听听张玥蕾的观点 张玥蕾怎么看 你刚刚也选择的是 能够成功地拿下 那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拿下它 我觉得有可能是 采取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说什么 先稍微略微地收一下 然后的话 再把这个拳头打出去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 看一下我带来的 这个K线图 那么首先我觉得呢 近期的整个一个走势 其实我如果把今年的 整个上下半年 我觉得可能呈现出 两种截然的市场的 一个运行态势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就不太适应 因为整个一个上半年 特别是六月份之前 是一种大开大合 类似于散打性质的 那么经常会是出现什么的 上串下跳的这种 K线形态 但是到了六月份之后 你会发现 明显这种形态的话 出现了变化 出现类似于 刚才说的像太极一样 每一次关口的话 都不是一下子就通过去 都是通过不断的 一点点磨磨磨磨的方式 那么其中的话呢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就是突破半年线 突破半年线的时候 大家看之前 也出现过曾经 一些短期的均线 五天十天 二十天均线 相互进行一个缠绕 互相之间 只有相差五点的一个距离 然后离上方的半年线 只相差了大概是 三十点的一个空间 那么到一定的节点的话 一起突破 那么值得注意的话呢 就是说在半年线突破之前 下方的一个量能堆积水平的话 一始终是维持在 一千五百亿之上的 那么我一直强调 关注三个成交量 一千三 一千五和两千五以上 那么回顾一下近期 国庆节之后 我一直说是一个 公寄的成交量是什么的 一直维持在一千五百亿以上 哪怕成交量萎缩 也没有落到这个下方去 那么当时在六月份 突破半年线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忘记 之前是曾经有十几个交易日 是千古横盘 当时极端成交量 也是一千一百多亿 跟我们国庆节之前的 这个成交量 一千多一百多亿 也非常的相似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就是说目前短期均线之间的 相互大概还差个 大概是二十点左右 那么目前离上方的年线的话呢 大概还差五十点 所以我为什么认为 短期可能会有一个收呢 就是让五天和十天均线 可能稍微把这个距离 上升的一个协力 稍微减缓一点 让二十天均线 稍微能够再进一步的抬升以后 把之间的一个距离 再拉近之后 我觉得这个压力 可能会更轻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至少可能 在一周左右的时间 那么下方如果真的要收的话 我觉得空间也不会太大 那么其实从本周的话 我们看到了 就是这次的B股事件 其实按照以往的话 我们A股往往会 莫名其妙的被偷袭的 就像成为冤大头一样的 那么一般像B股 这种急速的杀跌的话 A股至少我觉得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跌幅 是超不了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次明显跌幅 要比之前 每个月来一次的 这个一个大阴线 这个幅度要减轻很多 说明我们这一次 我觉得是依赖又什么来 我之前说的 三次回补缺口 把这个基础能够打扎实了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抗击打能力 其实在逐步逐步增强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缺口 如果是一下子冲过 一下子回补掉 我像如果突然来一下 B股的这个事件的话 它有可能由于 积累了过多的获利盘 它的抛手压力 会来得更容易沉重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整个一个运行 就像一个太极一样 就是每一个关键的节点 都要把它夯实以后 那么再一点点走上去 那么刚才李廷说的 这个年线的意义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次我们差不多 隔了三四个月 站上一条中期均线 半年线年线 这是每一次 信心恢复的标志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信心的恢复 之前我们的千股跌停 到千股的 到了每个月一次的 千股跌停 每个月一次大跌 到现在最近的 这样一次大跌 这样一个下跌 只有这一点调整的幅度 我觉得都是一种 信心逐步恢复的标志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我为什么说短期之内 时间调整了 正当差不多呢 李廷带切到薛氏通道 那么因为从六月份之后呢 薛氏通道会呈现出 一个重要的特征 我之前也反复强调过 是什么的 往往对于短期趋势性的下跪 迟迟不愿意确认 那么从六月份开始 第一次曾经 前一次的确认 到后面一次确认 是时隔了22个交易日 那么后面一次的话呢 也就是说到七月份 八月份之后的话呢 曾经出现了29天 那么现在的话呢 国庆节之前的一次确认 到现在的话已经有20天 迟迟没有确认下过的位置 那么这一次的话应该说 我觉得每一次 其实这个运行态度 都会对于整个短期趋势线的上轨 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攻击 那么而且不多不少就是一次 那么这次20天的话 一直没有对上轨进行一个攻击 那么我觉得 从时间的跨度也好 从目前整个一个市台各方面的量 能的堆积水平也好 我觉得短期会有一次 对于短期趋势线的一个上轨 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攻击过程 那么当然这是短期趋势线的上轨 当然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其实从之前的运行来说 始终会考去探 整个大箱体的一个上轨位置 不管是碰到不碰到 那么我觉得这个大箱体的 它的重心也在逐步逐步上移 所以我为什么认为这一次呢 其实这波的一个行情 能够真正他们的 应该说目标位就是3200点 这个中期目标 其实之前也是 一直在节目当中会强调的 这如果看整体的观点 和红书面也是差不多 就需要再用个 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 慢慢先在这修整一下 之后再上攻 那意味着上面的压力 是越来越轻了 一举突破比较容易 那刚才他说了几个具体的点位 就在他看来 也是所谓的底线了 3071 3057 如果不到这几个位置的话 就表明后面 肯定是更强劲的 你觉得呢 就这种修整是什么 也是横盘震荡的方式吗 还是说也有可能 像周一这样来一个突袭 突袭了之后 反而还能够走得更远 我觉得不太会类是突袭的 因为突袭这个东西 肯定是隔了比较长时间 大家都没准备的时候来一下 你老是来突袭 就不成为突袭了 我觉得虽然说 我刚才说这个拳头 可能会收一下 但是我觉得更多 是一种日内级别的 这种调整 因为之前曾经在 突破半年线的时候 曾经你会发现 之前在真正突破之前 也有一波二次探底 留了一个比较长的下引线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一次的话呢 真正确认 其实已经在那个 前天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次的回收 只不过让 是一种技术上的要求 只不过让短期均线的话 稍微能够走缓一点 直接的一个价差 能够稍微再拉近一点 是这个要求 所以我觉得呢 可能调整 像红书敏说的 真的回碳的话 我觉得空间不会太大 好 这两位都是觉得 就算回调 空间不大 而且呢 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 接下来还会继续 向上攻击 年限 包括前面的高点 都有望是继续挑战的 但是刚才 其实大家也听了 余伟的观点 总觉得说 好像直接上攻 哪怕短期的修整一下 回撤不到位 好像后市 连续上涨工前高的 这概率比较低 回来来听一听 他的分析 之所以这样判断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也欢迎大家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 互动调查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先来了解一下 股指期货的表现情况 联系到的是东正期货的刘宇 刘宇你好 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本周三大期指 周一受到现货 B股市场的影响 有所回落 周二在现货市场 放量拉涨的带动下 收服势力 今天则全天呈现出了 冲高回落盘整的态势 最终三大期指均以小幅下跌报收 量能方面 总成交量和总持舱量 在达到了近两周以来的高位之后 今日有所回落 由于交割日的临近 当月合约持舱大幅下降 机差的幅度也已经收窄至近期的低位 接近平水的水平 从前20名的主力席位的持舱来看 空头的增仓幅度 以及近空单的增量 均反映出空头略占优势 显示出市场在昨日上涨之后 短期仍然较为谨慎 昨日公布的九月金融数据中 央行口径的外汇赚款 创下了自16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并且已经是11个月连续下滑 显示出资金有外流的压力 新增信贷以及社会社融增速 则远超预期 住户部门的贷款增量 则环比持平 依旧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 企业的贷款则大幅增加 个人的房贷在新增信贷中的比例 回落至39% M1M2的剪刀差 则连续第二个月收窄 金融数据则释放出稳增长政策 将持续的信号 但是企业的资金实际流向 仍然需要确认 由于煤炭钢铁的价格 在近期不断上涨 PPI自四年半以来 首次有负转正 CPI也远超预期 进入10月以来 黑色金属的品种更是大幅上涨 PPI指数有望在10月持续回升 人民币近期显示出了贬值的压力 这也使得货币政策 将在四季度仍然是以维持稳健为主 稳增长的压力 则主要由财政政策来承担 但是政府财政 已经面临了一定的压力 房地产的调控出现了明显的效果 地产调控加码 预计将会使经济出现 持续下行的压力 四季度基本面的基本数据 不会支持股指期货大幅上涨 预计短期人账 以反复震荡整理为主 好的主持人 谢谢刘宇的分析 如果再从股指期货的角度来看 是以反复震荡的格局为主 我们来听听于伟的观点 刚才你也听了另外两位嘉宾的分享 和你还是都多时 还是有一些区别 你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一点就是先说说年限的问题 现在好像大家因为碰到了年限 所以大家对于年限比较关注 但是我觉得特别像我们这种节目 做的是中短期趋势的分析 而年限它是一个长期的指标 年限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真的我们要拿年限 来做市场研判的话 我们考虑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就未来一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整个市场能否由年限的支撑 而形成一个向上的趋势 而短期去穿越年限 其实去年的下半年 我记得10月份到12月份 也向上穿越过一次年限 但是没有用 最后还是跌了回来 它年限只是在整个波动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条当中贯穿的线 那我觉得现在 如果我们去研判这个年限 能否站上站稳的话 其实对于中短期趋势的这个判断 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意义 不是说站上了年限 我后面整个中短期趋势 就完全地看好了 不站上年限 而整个中短期趋势 就一定是走得非常的低迷 也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 对于这个年限能否站上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这个是我对于目前的判断 如果我们现在要大开大合 来判断牛熊的话 那我觉得年限判断是非常有用的 而我觉得年限最有用的是什么 当形成一个比较明显向上趋势的时候 回踩年限 年限向上 形成支撑 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年限的这个判断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它是一种走平 它并不是说已经是一个拐头向上 那么在走平的情况下面 指数在这个区间里面波动 上穿或者下穿意义不是很大 这是我对你年限的理解 所以说我对于年限也不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就从我的浪行的这个结构上面 我就来讲一讲 我认为为什么近期市场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制 首先从2969开始 我们从30分钟K线当中 看到目前已经是进入了第五个攻击波段 那么其实上周来的时候 我们预期这个市场可能会踩的比较深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A浪可能它就是三浪组成的 就是从2969开始 123打到3066之后 可能一个横向震荡 然后往下踩一踩 形成一个B浪的回踩 然后再形成一个C浪的上攻 但是从这个昨天 就是周二这一根阳线拉起来之后 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2969开始的这个上攻 它不是三浪形态 它是一个五浪上攻形态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连续性 而且量价整体的这个配合是比较理想的 就从这个短波段来看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说目前整个市场 是进入到第五浪的攻击波段当中 那么第五浪的攻击波段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是从一个2969 这个碳完底之后起来的第一个波段 那么这第一个波段 一般进入到第五浪之后 它都会有一定的停顿 那么这个停顿 是酝酿五浪的延伸也好 还是酝酿避浪的修正也好 它都会做这样一个动作 那从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走势上面来看 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五浪的停顿了 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五浪的停顿 是从3096就开始的话 那么大家要注意 我下面的一个点就非常关键 就是从最近一个上升波段 也就是从3033开始到3096 这个上升波段 它的弱势黄金分割位 3057 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这个位置如果后续小幅的调整 能够在这个位置之上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整个上升波段的延续性还在 就是说它可能还会创3096以上的高利 这五浪还没走完是吗 五浪还没有走完 但是我个人判断 因为现在的这个量 没有到一个攻击状态 五浪没有走完 最后五浪形成一个什么 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磨顶的形态 就是创几次小的新高 来完成这个五浪形态 要走出延伸浪的形态 必须有比较大的量能配合 2500亿是必须的 最好是看到3200亿 但是我现在的判断 没有站在这个角度 我更多的是站在五浪 是接近尾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以说短期就看下方的3057 如果3057在盘中有被刺破 我只要看到3056 那我就认为整个从高点开始的调整 B浪的这个修正 小B浪的这个修正 就已经开始了 而这个小B浪的修正 在我的判断 因为从2969开始 算是一个我们预期ABC的 这样的一个大波段的反弹 所以说它的整体的这个波段 时间会拉的比较长 但是它的深度也会比较深 那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直接拉到最后一张图 就是如果这里产生B浪修正的话 我还是看 我还是看从2969到3096 我现在这个3096是因为 暂时我把它作为高点 后面如果重新磨高点的话 我们另外测算 如果是以3096作为高点的话 那它的回撤幅度应该在3017 也就是3020附近 我认为这里到这个位置 完成一个B浪的修正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个大的箱体波动 大的下体震荡 没有因为这一次的 3100点就结束 它回踩到3020附近的话 还会有一次上弓 那么因为这一个波段 现在走的五浪形态 看上去比较的完整 所以说我们认为 后面这个C浪它的高度 比原来的预期可能会高一点 原来我们预期可能就3100点附近 那我们现在可以预期C浪 后面如果踩完B浪再走C浪的话 它的高度可以攻击到前高附近 3140点 我个人还是认为要过3140的话 存在一定的难度 那么另外从时间上面 我们再做一个推测 其实上周来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从2969开始的反弹 应该可以持续14到18天 那么到今天已经是12个交易 如果在这里再做一个折返 14天肯定是要跨越了 而且我觉得18天 可能它都还是在 整个波段反弹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更看重的 可能是走一个等长的波段 就是3140到2969 它用了29个交易 2969所做的这个ABC的反弹 未来可能也需要花29个交易 那这个时间点就看到了 11月的中旬 这个11月11号左右 好 其实听下来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反弹是不是都在 你们三位认为都在 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一个是节奏的问题 还有就是回撤的幅度的问题 就像张月磊和洪书敏 倾向于这个回撤的幅度 不会很深 就3057一线 应该就会有支撑了 因为刚刚已经提到 是个极限的位置 但如果是于尾看的话 如果是一个避浪的 一个修正的话 那就从3096或许说之后 还有高点 但是这个回撤的幅度 可能要到哪呢 3017这个位置上 之后 但是我至少认为 这个周一的低点 3033我觉得是要破的 还要再去考验一下 要踩一下 然后可能才会展开 所谓的C浪的上攻 就是再去攻前高 这个概率有没有 你们怎么看 就回撤的这个幅度 你刚也有这个底线 你觉得305线 现在目前主观是倾向于 不会被碰到吗 但是万一碰到了呢 万一碰到的话 就是他的这种判断了吗 对 如果按照鱼尾那种走法 深的话回探3020附近了 3020附近 或者说往下再看的话 他最深看到多少 3017 3017 这个位置的话 再往上攻的话 去突破314的概率 就比较的低 那么当然那个 还没有摆脱大箱体震荡 还不是中期看空 还是大箱体震荡 另外也不改变说这一波的反弹 会延续到11月份的这个观点 就是高度上和节奏上 会发生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在赚钱效应上等等 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我是认为如果这边3057 包括甚至更强的话 3071都不破的话 打过去 然后打过3140 回踩的话 甚至不破 就是说之前 之前3097到3140 这条连线的这个上轨 回踩站到3150上面 甚至就是说就可能会走成 张运雷那个 看3200甚至3250 那个位置 如果说打过去 或者只是摸了一下3140 再回下来 那也是就是一个 又多行情会结束 这个地方确实有很多变数 但是我倾向于 现在既然没有放量 那就多头 其实并没有使出洪荒之力 力道还没有用完 还收着再打的话 那么我认为就是说 在真正出拳头的时候 打过去的概率就更大 不像上次一出拳头 正好打到3400 到头了 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发力 就已经运行到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说还有力道在后面 张运雷有补充吗 我觉得现在一定要 从一个全局的眼光去看待 全局的眼光 全局的一个眼光 就是说 因为刚才于伟也 我们也在说 这个到底这个半年线 年线的这个意义 那么其实真的 真的要突破 压力都不是太大 从这每一次的 每个月的这样一个期杆 它这个到时候 这个处期杆的时候 真的成交量就会放出来 那么现在的话 我觉得整个一个3000点上方 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一个重要性的支撑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差个一点两点的话 问题都不是太大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如果回挡的过程当中 如果只是单天的 就像像前天一样 突然之间给偷袭了一下 第二天都能够收回来 包括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 刚才我那张K线图 当初突破半年线 从半年线的时候 之前也有个二次探底 而且第二天又能 也能够快速收回来 就是说现在整个一个调整 它已经到了一个尾声阶段 如果说它没有过长的时间 在这里横了十几个交易日的话 我觉得问题都不是太大 现在这个空间的话 我觉得都是日内第二天就收回来了 说明它像这种羊包音这种态势 基本上在技术形态上 就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破位 所以哪怕出现这一点两点 我觉得稍微容忍一点 问题都不是太大 因为你的大格局 你倾向于咱们这个不定是前高的问题 还是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可观的 好 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操作 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不管你对于后市觉得说是先调整 或者调整到什么样的位置上 然后再进场 还是说是不是能够直接上工 其实也许在操作上 大家的风格 或者说控制仓位的水平 可能都是一样的 一会儿来回来听听 他们对于操作上的建议 还有就是重点就是机会该怎么把握 你看昨天的赚钱向于96%铺涨的行情 当然有表现更好的 但是今天一下子就下降到30%多 但涨停的加速没有减少 怎么去寻找里面的机会 一会儿回来听一听他们的观点 好 欢迎回来 咱们来说一说 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些热门品种 首先一个就是高送转田权的 今天次心股叠加高送转的 还有就田权的这些概念 就表现得非常强势 这些都是涨停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高送转田权之外 还有就是股权转让的概念 今天也算涨幅居前 两个涨停 四川双马 天马股份 这俩都涨停 山西三维 还有乡里股份等等 这些涨幅也都有3%以上 其实你看昨天中字头的一些个股 有涨停的 然后今天呢 他们也不是说这个冲高回落 反而还有这种4% 7%这样的一种涨幅的呈现 再加上国资国旗改革等等 这些题材其实还是比较全面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怎么去把握它的持续性了 来听听几位 对于这个机会上的选择 刚才洪叔敏提到 觉得说好像现在 热点主线是比较清晰的 那你认可的是哪些主线 其实近两次来做节目 我一直就认为 就提出了市值 如果是在50亿 100亿以下至少是 50亿到60亿 这些类似于股权转让 这样的重组股 复牌的一些品种 这些品种应该来说 即便指数不起来 就还是市场活跃资金 会去寻找的一条 一个方向 一条主线 其实最近大概两周到三周 这条主线一直都没有断 都没有变 而且现在四川商马 二次启动 还是能够出现这个三连版 说明这个逻辑 也在进一步的得到一个强化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在T足球 原先就是说 没有进行强攻的时候 我们看到可能 左边峰就是以 股权转让从足股 为一个突破口 右边我们看 可能会是以高重转 次性股做一个突破口 其实这左右的 两条分支的主线 一直在最近一两周行星当中 没有出现明显的断档 那么现在冒出来 新的这个领头的 我们说往前顶的 就再转股 其实也是继续地保持活跃 那么而真正要带动 大盘指数的 前期我们也一直是在讨论 银行股动过了 然后地产股也动过了 在7月份 在之前的打3140 分别银行地产都动过 未来还有什么权重股会动 那我一直是之前说 如果要带动指数往上 没有动过的要去找 就中字头 这批个股 一直是趴在下面 趴了是有 从3月份2月份到现在 一直是趴在下面 最近开始启动了 所以这个作为中间力量 中路突破的这个主力部队 带动指数的中字头 也开始启动 就可以说整个完整的 左中右 然后中间的这个进攻体系 对于多头来说 是比较的完整和完善了 那么这几个方向 应该来说是激进型 或者说追随市场热点 把握主线的这样一些投资者 重点去关注的三条方向 但这两天呢 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 其实我们还看到 零星的一些板块的轮动 那么这几个板块的轮动呢 多数是什么呢 多数是前面调下来的 幅度比较深的像锂电池啊 像我们看到前两天 白酒也有洞 而这批呢 因为进行到 临近到年底了 相对业绩比较确定的 而调整比较充分的 包括一些基金准备去 包括一些机构 准备去做反弹的 做抄底的 也会选择相对安全边际 比较高的 调整充分的前期板块 来做这种 资金上的这种回补 那么这只是作为一个 我们说没有掌握到 主线的一些备选的 这样一些方向 安全系数会更高 所以我认为整个市场 应该来说 还是全面开花的一个状态 投资者不妨 还是围绕这几个方向 去观察一下 操作性应该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 应该算是一个 操作的黄金期是吗 应该来说 如果10月份 10月份这段时间 不操作的话 可能临近到更 11月底啊 或者说年末啊 就没有那么好的 这个方向 好 其实这个红书敏 之前也在最强投股当中 有这个电子支付板块 从这一周来看 也是跑赢大盘了 但是现在呢 也在有看头上面 也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锦囊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 电子支付板块的节目当中 你还是继续的 我暂时就是说 因为因为就是说 已经转到有看头了 可能电子支付板块呢 先在这边 做一个暂停 或者说是了结 然后具体的 个股啊 或者说更细致的情况 可以转到有看头上去看 好 这是红书敏刚刚说了 现在这个市场当中 其实机会还是挺多的 甚至有这种 全面开花的一种态势 来听听张玥磊 张玥磊觉得 现在能关注什么 特别关注近一个月左右 特别是关注 特别是关注 国庆节之后 启动的这些热点 国庆节之后 国庆节之后 或者是最近一个月左右 启动的这些热点 尽量避开上半年 曾经走过主舍让的这些 包括刚才红书敏说的 像锂电池啊 那个白酒啊 包括还有黄金啊 这些都是上半年 大幅上涨过的 那么目前只是一个 下跌的一个通道当中的一个 我们说只能说超跌的一个反弹 那么其实它的一个级别是不同的 那么从这一期的一些的话 一些品种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还是回到时下的一个政策 那么我上次节目当中说到了 它的现在背后的大的一个主线 就是载转股 如果把它比作一架飞机的话 现在的国企改革也好 供给车改革也好 就是它的两翼 它的发动机的核心 就是载转股 载转股这个东西 落实的好于堪比 应该说堪比二次的一个股改 有可能产生一波 慢牛式的一个走势 那么它的背后最大一个逻辑 能够解决需求端的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 为了这个载转股 它能够贯通整个改革 包括现在的中字头也好 包括有一些的 我们说像集团内部的 重新的一个整合也好 中化的那些联通的 这些混合制的 或者所有制的改革 它都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那么现在的整个市场的节奏 还有一点好是什么的 就像那个小火 小火慢炖一样 就是你会发现 国庆节之后 在整个一个上证 逐步回补缺口的时候 它启动的那些中字头的品种 倒不是一定是最大的权重 之前最大的权重 像之前我们启动像 宝钢 五钢 他们如果复排之后的 一个上涨之后的话 然后其他的一些 二线的钢铁股起来 但宝钢 五钢 开始什么呢 开始进行调整 就是把整体指数 空间封杀住了 所以会造成什么 这几天的中字头的品种 再怎么涨 你会发现 上涨指数其实没什么波动 幅度并不是太大 所以为什么说 整个一个火候刚刚好 它也不是大火 一下子一烧 然后什么全忘了 然后也不是说什么 火弄得太低 使得市场热点开始降低了 而且在这几天 从主板和小板来说 也是一种什么 互动的一个节奏 国庆节之后 小板先回补缺口 然后再怎么来 开始修整 然后把更多机会 让先那只中字头 让主板一点的跟上 把最后的三分之一的缺口 也逐步逐步回补 所以如果是近期启动的 一些热点 应该说这批的一个资金 它是新 对这个品种来说 热点来说 是一个新生的 增量的资金 因为我们一直说存量 但是对局部的热点 和板块来说 它不一定是有 只是存量 它是有新的资金进去的 那么从成交量的 堆积的水平来说的话 以往这些中字头 都是什么的 旱地拔冲 一天一个方成交量 一根阳线冲高回落 然后更长的一个半月的话 就是一个横盘震荡 但是现在就会发现 它的热点持续性 明显开始提高了 应该说它进去的资金 不管从体量也好 从资金关注度的 一个持续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说 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那么从小板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并非是一滩死水 你觉得小板 现在不是死水是什么 你觉得它是有空间 观念一点 大家找到 现在因为资金也非常聪明 它也是顺势而为 就什么呢 刚才从主板来说 尽量避开那些什么 一线权重的东西 但从小板来说 你只要也是避开 一线权重的东西 你只要不碰什么 垃圾网 东方财富 这些品种 最大的这些东西 那么包括像 现在启动的 像有些资金股 今年以来资金股 高速转 反复活跃 对指数影响不大 对创业版 整体指数影响不大 那么其实近期的话 其实如果单单 如果挑一个市值 比较偏小的 一个创业版股票 它的走势 不一定走得特别差 所以我觉得 对于一些业绩品种 增长的那些 市还是要抓小 市值偏小的创业 高科技的个股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做一个作用 好 稍微回来 我们来看看 大家在微信上 今天的选择情况 再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仓位调查 好 欢迎回来 咱们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非科智能电器 为你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同鼓动起来 看看是哪一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560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 和您取得联系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金流向情况 昨天流入幅度最多的 就是工程建筑 今天依然如此 但是昨天的流入幅度 是在十几个亿 大概13亿 今天是6.27亿 今天整体来讲 流入的幅度 都没有昨天来的大 随后有电力 旅游酒店 银行和医药 流入幅度在0.2亿之上 我们来看看流出的 房地产今天流出最多 5.64亿 电子信息4个亿 化工化线是3.29亿 机系2.95亿 计算机是2.81亿 昨天就说了 计算机电子信息 化工化线 基本上在每天的 流出榜的前5名 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 告诉大家 明天可以申购的新股 明天可以申购一支 中复通 申购代码是300560 发行的价格是10块2毛6 申购上限是17500股 明天在盘中大家记得去申购一下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微信上的选择情况 就这两天的选择比例都是这样的 55%对45% 这个好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说看好的人多一点 不好的时候呢 就看空的人多一点 但是每天变化的 其实只有5个百分点的这些人 今天呢 依然如此 今天选择A的 说量价配合 优于前几次 攻克希望加大的 55%的选择 那自然说仍需时日的 45% 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是大家觉得说 大涨也好 大跌也好 不改变我 自始至终对市场的判断 还都挺坚定的 来看看仓位调查 加仓减仓 空仓的比例 虽然判断如此 但是你会发现 空仓的比例 现在从最近几个家里 都是处在非常低的一种水平 就远远低于其他几个 满仓20% 加仓15% 仓位不变得最高 35% 减仓的19% 空仓的11% 来听听余伟 在操作上的建议 你怎么看 大家应该注意 最近有一个数据 是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变化 就是PPI数据 它是54个月以来 第一次浮出水面 这个变为正值 所以说整个大中商品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那么另外 大家也注意到 这一次再转股的第一单 也是落到了 那个有色板块当中 对吧 西业股份 所以说现在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大中商品的 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 你转暖的 业绩转好的 有上涨的预期 你没有转好 没有转暖的 有负债转股票 或者有政策扶持的 这样的一个预期 所以说这个板块 至少我觉得 从稳定 因为这个板块 我觉得大部分的品种 还都是在底部区 就是真正要形成 一个颇位下行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 业绩改善的预期 政策扶持的预期 我觉得都是一个 未来就是可以 可以看的看点 当然我认为 在这个 这些板块的操作过程当中 节奏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也不建议大家 在高位去买 一定是逢低新的 那么另外 除了大中商品本身之外 运输大中商品 海洋运输类的企业 也随着波罗地 还指出的 这个大福产中 有很多在底部 趴在那里面 我觉得也都有一些 冒奸的机会 未来如果 有B浪回踩 再有C浪上空的话 我觉得这些品种里面 至少会给大家带来 一个相对比较的